这次帮您规划的是一个 很完善的住院的医疗线 此时期客户讲解投保细节 疫情严峻眼看确诊数不断暴增 让产险公司相当紧张 因为探开国内销售防疫保单排行 富邦产险两百万张夺冠 国泰产险卖破百万张 西安东京和泰产险 已经中性产也都卖十余万张不等 这怕成为理赔潜在最大枯主 产险公司今年的费率 大概都是比较用去年 清零的费率去计算 每天每天成千上万在增加的时候 产险公司一定发现 这不是卖一张赔一张 这是卖一张会赔好几张的理赔 再看看城堡量 最大的是富邦产险 国泰产险一百到两百万件左右 西安东京和泰产险紧追在后 中性产险以及泰安产险 也至少有三十万件以上 会这么担心就是因为 今年以来防疫保单城堡件数 不只冲上两百四十万件 短短不到一周 又再高出超过十三万件 防疫保单理赔金额 更突破十亿元大关 现在疫情的这个扩散 确准的人数增加 对于原有的保单城堡的危险范围 当然会增加理赔的可能性 我们会密切注意整个公司财务的发展 随着受险 产险工会低头妥协 旺旺有连国泰男生陈险 也都陆续同意以数位证明替代诊断书 接下来保险公司 恐怕得在理赔率保单损益中 取得平衡 讲连新闻众志伟 刘富慈台北报导